双北联手推出1280交通月票 短短一星期 冲出至少有2.6万张的预售票好成绩 看似划算利多的政策下 要缴出台北市长的立委姚文志 端出更优惠办法 0元也可以搭捷运 第一个是要结合电子支付系统 第二个是要升级悠悠卡的功能 第三个它其实必须开放企业加入以及运用 第四它有一些部分它必须纳入电商 以及数位广告的需求 姚文志强调大众运输工具的运量 每天有超过200万人次 只要结合电商与广告商合作 带来的收入效益 不仅能回馈给民众 更能有效降低市府的补贴支出 而针对双倍推出的月票方案 姚文志抨击柯文哲是在政策买票 年轻人架构的平台 在市府内部我知道有很多的提案 通通被打枪 用政策买票的方式 用直接政府补贴 每一年要有79亿 补助在这些公共运输的使用上 但是公共运输却没有因此而改变 备战台北市场选战 姚文志积极破坏市政蓝图 虽然民进党中央尚未决定派谁出战首都 不过姚文志持续做准备 就为了能够随时上战场一较高下 欢迎新闻 苏鸿竭定上陈 台北报道 和尚